来 师傅 这瓶药汤也烧好了 给师叔加吗 再加我就熟了 最近身子那么虚 还不多加点热水 师傅 你的伤还疼吗 那伙臭强盗从哪冒出来的 等你们养好了伤 咱去烧着他们的老巢 没事 那伙强盗 已经被你温叔杀光了 都杀了 成岭 你赶快去把这些药磨成粉 好 阿絮 阿絮 你编黄的本事可真够差劲呢 什么强盗能将你我打伤 也得亏咱大徒弟傻透了 我编黄的本事自然不如你 要不然你来编一个 阿絮 我不想再对成岭撒谎了 你别过来 你就站在那儿听我把话说完 有些话 看着你 我可能就说不出口了 成岭之所以家破人亡 我并非 全无感谢 命人血血清火牌的是你 不是 你记不记得 春天时 江湖中遍地流传着一首 五湖水 天下会的歌谣 忘不了 但这首歌谣的下半句 彩云散 琉璃碎 青崖山鬼谁遇悲 是出自我手 我知道 一旦自己散播下这颗怀疑的种子 消息自然会不静而走 所有觊觎武库之人 都会像苍蝇剑蟹一样盯上五湖吗 可是 我不明白的是 武库明明是一群人的决定 到了该承担后果的时候 五姓兄弟在哪儿 我爹爹为了维护他们 致死对武库的秘密守口如瓶 可他们却置身事外 当我全家被逐出神医谷 被整个江湖追杀猎捕的时候 他们在哪儿 他们就能以牙还牙 为何我就不能以血还血 老温 这些年来 支撑我活下来的 唯有复仇一个年头 可是当我后悔 一切已经击重难返 阿絮 我不是没曾想过向你坦白 可是即便你能原谅我 我又该如何面对成岭 虽然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我对成岭所做的 相较于五湖盟对我 又有何区别 那我问你 血洗净湖派的人到底是谁 你知不知道 可能是鬼谷中出了叛徒 也有可能 是有人想假扮鬼谷嫁祸 反正 够了 等大巫来 把我这倒霉的伤治好了 你我一同出去查明真相 替张家报仇 到时候啊 你再和成岭解释清楚 不过话说回来 到时候成岭要恨你怨你 你可都得受着 不想面对 难道就不面对了吗 我管你什么谷主妖主 首先你是我师弟 等你泡好澡啊 就赶紧去给我和成岭 弄一顿好吃的 人生 不过一日三餐 何必担忧什么千古愁啊 凶忍自扰 凶忍自扰 义父 歇儿收到一个十分蹊跷的消息 温克行的婢女 紫煞故乡 跟曹卫宁上了清风山 我派人查探了一番才发现 这清风剑派在英雄大会后 便封了山 至今无人出入 而莫怀扬 也闭关大半年 没有人见过她 义父 这写离尚武 也只有这幅字我最满意了 歇儿 送给你吧 义父 我和您说正事呢 我想去清风剑派 查探一番 查什么呀 重启英雄大会的榜文 已经变发武林 我就不信 莫怀扬身为高崇的挚友 他不应允附会 何必在这个当口 节外生枝 恰恰如此 我才要在这之前 把事情查清楚 这温克行自己行踪不定 却派着心腹 跟着清风剑派的弟子 此事有古怪 没什么好查的 我早就猜到 高崇的三块琉璃甲 多半在莫怀扬的手里 只不过 这温克行的反应 倒也不慢 以莫怀扬和高崇的交情 莫怀扬明明已经到了岳阳派 可是在大会召开之前 不辞而别 此为其一 范怀空替他出席了大会 可对高崇见死不咎 此为其二 而近几个月 江湖上 一直没有琉璃甲的消息 此为其三 更可笑的是 这个蠢货一回去 立刻封山 这不就不打自招了吗 义父 既然你一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告诉仙儿呢 仙儿明日一早 就去平了秦锋剑派 你看你 又我来了 你个小难慢 那莫怀扬 武功本就高强 闭关十年 修炼到什么境界 我们根本不知道 没有十二分的把握 岂不是打草惊蛇 我又不跟他单打独斗 武功再高 鸣枪一躲 案件怎么躲呀